进来 哥 你还好吗 没事 这位是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陪我过来看看你 女朋友 不是不是 工作上的朋友 我听说最近公司是你主管 她是负责哪一方面的 这跟公司没关系 这是我之间画画认识的模特朋友 模特朋友 怪不得这么眼熟 哪 哪里眼熟了 可能是一种感觉吧 你还能记起来什么吗 我应该记起来什么呢 没 没事 没事就好 谢谢你啊 谢 谢我是吗 谢谢你来看我 你当模特多久了 散 散 也 也没有多久 你能过来一下吗 我 你干嘛呀 哥 哥 你俩在第一次见啊 你没事吧你 我对你朋友有点 一见钟情的感觉 开什么玩笑啊 你觉得呢 我 我怎么知道 我是在开玩笑啊 你女朋友不是模特吗 身体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尖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你 你别不尊重人 小七啊 小七 小七啊 我有话想问你 丑方 死方 亏我还那么关心你的剑口 本来你是个这么轻浮 啊 哇 哎呀 木星啊 你什么时候来把我接走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哎呦 有没有听到啊 来接我啊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哥 你可别 哥 你帮我干嘛 哥 你不会实际连性举项都变了吧 哥 我没有工跟你扯东扯西的 你只要给我老实点 我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要和柴小七 删除我的记忆库 不是 哥 你有病吧 你堵住我的嘴 你还问我问题 你没实意啊 少跟我废话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别说你绑着我了 你就只杀了我 我也不会悲欢小七的 好 哥 哥 哥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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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就放过小七吧 你跟他就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跟他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是想说他是外形人是吗 这 你 你都 你都知道了 不是 你怎么这么冷静啊 我都想起来了 上一次的车祸 我知道是他救的我 这 既然你都想起来了 你就尊重小七的决定吧 他删记忆库的时候也挺痛苦的 你以为用你想的那么简单吗 小七他有问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把信号器弄丢了 他根本回不去他的星球 不会啊 他跟我说 他要回去的 要走他早走了 如果换做是你 你在一个条件不符合自己的地方 你会留一阵子还是回家 当然是回家了 可如果要暂时走不了呢 或许小七 是因为你才一直留下来的 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问你啊 如果今天是你要回家了 你走之前 你会把你爱人的记忆圈扇了之后 拍拍屁股走人吗 当然不会了 我可是艺术家 没有爱情我宁愿去死 那小七呢 小七也不是那种波琴的人 会不会 他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啊 这就得问他了 你放开我 我我自己去问他去 要说他早就说了 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子 把我们骗过去 那总不能我们去逼他 他可是外星人 他他有特异功能呢 那又怎样 这可是人类的地盘 是他物种比较高级 还说不定呢 况且 我还有他研制的香水呢 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过来 告诉我 不换 换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太吵了 我身体筋都受不了 什么受不了啊 心理难受就得转移到身体上去 正所谓刷页伤身不伤心 你这样了 干吗去啊 节目都开始了 你干什么去啊 今天晚上还有三分钟的热爱舞会呢 那是什么 等会你就知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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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尖叫声在哪里 医生先生们 今晚的三分钟恋爱舞会 马上就要开始 现在 让我们有请帅气的王子们 闪亮登场 好 来 享受台的美女们 尖叫声喊起来 好 好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 交给我们的王子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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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